因為有新聞報導 先後兩個禮拜內 葉劉淑儀都是新聞焦點 先是說殺野豬 葉劉淑儀說看不到有什麼原因 殺野豬是不人道 接著再發生一件事 昨晚葉劉淑儀就說她收到 一個類似恐嚇的信件 信件是黃色信封栽著 裡面有一些捏得軟的東西 她說那些體內拆完信之後 好像痰或者好像一些糞便 這樣的東西 拿了一症發炎之後 發現是腐肉來的 因為腐肉放了久了 腐爛了這樣的情況 葉劉淑儀說收到封信的時候 她很清楚封信是有危險的 她很清楚知道封信是有危險性 分分鐘是恐怖的信件 她甚至說 她懷疑封信裡面有碳追群 這是劉淑儀說的 是懷疑封信裡面有碳追群 所以她覺得封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物品 但是葉劉淑儀竟然叫那個家庭 就是說她覺得危險呢 她竟然叫工人去拆信 這個葉劉淑儀究竟是什麼人來的呢 究竟葉劉淑儀在她自己的思維上面呢 究竟是香港人 香港的動物 還有她家庭的家庭呢 是有沒有生存的地位的呢 究竟有沒有尊嚴的呢 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安全有沒有尊嚴的呢 為什麼葉劉淑儀會這樣的呢 為什麼她會叫她家庭去拆一封呢 她覺得有危險的信件 而不去報警呢 為什麼葉劉淑儀這麼有趣的呢 這一個呢 是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也都是香港的行政會議成員 甚至她說她有傳她選特首 竟然呢 她這個處理的事件手法呢 原來是這麼獨特的 等一下給大家考慮一下 葉劉淑儀究竟在一個呢 她自己說懷疑碳追襲擊的 碳追品訊的上面呢 她究竟怎麼處理 在過程中呢 我們看到一些什麼呢 端藝 葉劉淑儀的思考呢 究竟是怎樣的 那就詳細分析一下 很奇怪的 葉劉淑儀呢 好像跟社會呢 是非常非常脫節的 街坊跟我說 我是來到港島東的時候呢 包括太古城 包括西灣河 包括好像在柴灣 街坊跟我說呢 後悔投票呢 是比呢 就是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現在呢 是港島西選區的 如果想大家看回 港島西選區 和港島選區的候選人呢 可以在我副題下面呢 看到那兩組候選人的名稱 好像不是正常人 好像他跟香港人有仇 例如 他就很喜歡 挑起香港人 BNO護照的情意見 很喜歡呢 就說呢 禁止香港人雙重割席 很喜歡呢 就是針對香港人的BNO 跟著到野豬 絕大部分香港人呢 都是同情野豬的處境 覺得政府應該做多些事情 去解決野豬問題 而不是呢 出了問題之後 有它生 有它不斷蔓延 出了問題之後呢 殺它們 這個本身呢 無論是佛教 天主教 或者武中教人士呢 其實都覺得很可惜的 他們都覺得甚至乎 有些不忍道 跟著呢 我們看到呢 就是在柴灣 他們就是利用 雖然在南區 他們利用就是一個 食物去引誘野豬出來 跟著就麻醉槍射殺它們 跟著就打毒針射殺它們 這個呢 在很多香港眼中是不可以接受 如果當時的野豬 是已經走進了人類區域 對人類產生危險 甚至已經有危險 那你去射殺它 摸口飛 但是當時的野豬是很乖 很慢步 很困難地 就是究竟是否去人類區域出現 那時候呢 結果呢 就是有人呢 御農全處處於的人呢 就丟出一些麵包 引它下來 跟著就開槍射殺它們 開這個麻醉槍射暈它們 然後再打毒針呢 就是處決它們 而以劉淑儀覺得呢 喂 這樣有什麼不忍道 我告訴你 不忍道助助於呢 如果以劉淑儀你是野豬一隻 你會怎麼看呢 不忍道助於呢 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它不做 不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是反而呢 就要將這些野豬 將來今天的野豬 明天就可能是呢 就是猴子生的猴子 寶福生的猴子 下個月呢 下個月呢 就可能是大魚生的牛 再下兩個月呢 可能是安全州上面的鷹 也都可能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西貢上面的大網石 整件很簡單 就是葉劉淑儀 究竟呢 就是它是不是真是一個正常人呢 它思維呢 是不是正常人的思維呢 除了野豬 它覺得沒有不忍道之外呢 它昨天做了太多的故事呢 就令大家很詫異的 它就很講得很清楚 它說收到一封信 那封信很懷疑是恐怖襲擊來的 那它懷疑呢 那它懷疑呢 裡面有碳追菌的 那它懷疑呢 那它懷疑呢 封信裡面呢 裡面遠遠的東西呢 是對它會產生危險的 那接著它怎麼做呢 它不是報警 去找警方來處理 它不是這樣做的 它也不是呢 覺得封信沒有危險呢 而帶封信去警署報案 落案處理 它也不是這樣做 它也不是呢 就是說呢 就是去自己開信 它竟然呢 覺得有危險的情況之下 覺得有碳追菌的情況之下 覺得可能是涉及恐怖襲擊的情況之下呢 它竟然叫家庭 只要叫那些工人去開信 那些什麼人呢 究竟那些什麼人 就是什麼思考的呢 如果它覺得有危險 它應該就不要去處理 它反而呢 是叫自己的家庭去處理 那就是說呢 它的心態就覺得 我給了三、四千、四、五千人工來 我有事呢 有機會有事呢 你來擋 你給我擋子彈 那現在這封信可能是碳追信 可能是死人的 可能是生化武器來的 伊朗淑儀的意思就是說呢 麻煩 Mary Anne 你們給我處理 如果有事呢 就你去處理 就不關我事 我就走開了 那這封信呢 甚至可能呢 伊朗淑儀說是碳追菌 說這個問題可以反映呢 伊朗淑儀是什麼人呢 大家應該學得很清楚 野豬去屠殺他 伊朗淑儀說呢 沒有什麼不人道 那同一時間呢 他收到一封恐嚇信 伊朗淑儀自己懷封信 也不是碳追菌 但是他自己呢 不是去交給警方 或者專人員處理 他反而叫自己的容工 照自己的菲傭呢 去刷信 這個呢 多麼涼薄呢 是什麼人來的呢 大家看清看錯 新民黨的伊朗淑儀 也都是港島西的候選人之一 另外的候選人包括陳和風 和方龍飛 究竟伊朗淑儀是一個什麼人呢 究竟呢 是冷血成怎樣呢 究竟呢 他有沒有可以呢 和大家出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覺得呢 射殺追殺野豬是人道 也為什麼呢 他就是連人受到危險 如果那個明知那封信 有機會碳追菲 他竟然是叫自己容工去刷信 那就是說 死就不是死我 是死你 他究竟呢 為什麼會這麼涼薄呢 這個呢 大家值得去研究一下